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盘精彩的身份局 希望您能够喜欢 希望您能够多多三连支持我们一波 那么第一盘就是标准意义上的降维打击了 那么因为前几期给大家展现了一下 这种团队配合或者这种敖战 那么第一盘就是标准意义上 让所有人游戏体验都极差的 那么一个优秀的游戏呢 就是让每个玩家都有这种参与乐趣 同时是这种游戏的平衡 大家通过这个游戏的技巧 或者说团队配合获胜 那么垃圾游戏呢 就是让一小桌人特别开心 让所有人这个游戏体验都很差了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对吧 这个让大家都玩的 这个只让那么几个人玩的好 确实是这个无话可说的 这一盘来说像司马辉这种将本身就很强 曹英这种将本身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强力的 你看这把这个卤素 卤素你不能说它是弱将吧 对吧 最初的时候它还是这个什么三合之一 就是说三合杀最初的时候 寻遇 卤素 元树嘛 三合 那现在三合在这个环境里面 对吧 什么都不是了 好 而且大家看这一盘 其实反贼将面不弱的 可以给大家标一下 这个 因为我也懒得这个 这个 这个后面什么看 因为都是他们表演了 你看这是反贼 这个是内奸 而且其中这个戏制裁 最终还跳法 也就是说 你看这把这个邓爱忠臣 这个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费的一个 对吧 没有什么发挥 这反正就我们两个人发挥啊 你看会打什么样子出来 好 你看给过去 弥竹 这个 好 其实大家看啊 实际上开局的时候 反贼已经把主 主攻的这个身上的装备全部下掉了啊 如果正常情况下 其实反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但是碰到这种降维打击就没办法 当然这个帮系制裁 觉得是神助攻的 这个帮的话 他内奸把人锁起来 他是想那个 你看啊 这个直接杀了 他想卖血 但问题在于有我们在的啊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飞机非常大 好 灯爱对吧 灯爱你看灯爱什么都没动啊 好 这个时候曹英因为他有龙硬的嘛 他可以火攻自己的 火攻自己他一定是能发动 那个 一定猜得对 因为你手玩的牌你自己知道的嘛 而且关键在于这个曹英防守技能 这个是火攻是俩血的啊 所以说这个吸制裁 这价值偷积不成18米 而且他把所有人都害了啊 好 关键还有我们在 对吧 你只要这个被烧掉之后的话 那个对 而且是吧 他那个自己刚才因为先辅了一下 所以说自己也受了罪了啊 好 铁锁连环 对 然后铁锁连环继续的啊 铁锁连环 对锁起来 然后烧的 因为曹英13张牌的嘛 对吧 曹英13张牌 对吧 怎么都可以的 火攻烧过去 你什么话都都有的 好 亮一个方便 那肯定有的 好 继续给过去 您的话也很好 给过去 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 这把我们过了多少牌的 无中生有 继续的啊 你这样无懈可击 你跟他拼不懈 他的牌 待会儿比你们所有人牌加下都多的 关键齐发 咱们也不怕的嘛 咱们完全不吃这个 有隐士神机的啊 好 那么这地方的话 铁锁连环 这样 当然曹英 这个里面这段 邓岸没有怎么动 所以说这个 他还要小心点的啊 小心点 因为毕竟怕打到 打到自己人了嘛 好 继续过牌的 继续过牌 好 好 很好 而且关键在于 人家曹英 有这个行伤神机的啊 好 所以 你们说这些反贼 有什么游戏体验呢 救了也是白救 你救了 我就不信这一盘 你们 这一盘的 没有悬念啊 曹英应该是有保抑 我把你们全部打掉的啊 这个一个活口 他都不会留的 对不对 好 你说你死不死 好了 这个打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就 让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游戏发展到今天 有多么恐怖 所以说啊 今天的人呢 就是说我也跟大家玩家们聊聊天 就是说 现在我玩三国家 你如果作为一个消遣 玩一玩 我也不反对 但是你千万不要为这个游戏上心的 真的 就是说这个游戏已经不值得了 是我之前这么垃圾的游戏 把你的这个心情搞差 我觉得是很不恰 很不值当的 你说拿这个东西来 怀怀就玩一下 这个我能理解 对吧 再继续给过去 你看他 大家看一看啊 你看到这个林中主 你看到多少张牌的 你看到多少张牌 杀 对吧 这个时候也不怕了 这个时候的话 那个直接 当然 现在唯一决定就是 他们俩里面 万一他是反贼 他是忠臣 对吧 大家也不管了 就算把忠臣打死 我过去也赢不了了 你看这结束的时候 他状态多么好 你看 排都看不清吧 排都看不清的 所以说这个 大家一定要平常心的 平常心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吧 你像现在 如果看看我的视频呢 或者我们一起开开车啊 马照发 舞照跳啊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为这个垃圾游戏上心 完全没有必要的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一把的话 像这种武将啊 戒皇啊 这种啊 以前都是很好的这样的 但现在 在这个形式里面 被剑尾打击 你一点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好 看一下 那么主攻肯定是最老牌的武将啊 孙权啊 最初的一个武将 应该是五国武将里面 001的 你毕竟那个 最初的三个主攻嘛 毕竟也是 所谓的三国时代吧 对吧 就是那个卫手舞里面 这个曹操 孙权 这个刘备啊 好 抠一下 当然现在这个戒张疗 改过之后 单挑里面 也是变得非常非常强烈 就是单挑里面 他可以偷一张 然后自己再摸一张 所以说这个戒张疗 现在当内奸不错 本来 最初的时候 疗神也是很好的 其实你 大家看一下 最初的那些武将 设计都是很好的 像张疗 疗神 对吧 这个扎拳 然后那个刘备 对吧 包括郭佳 小兽郭佳 然后 真姬 对吧 这些武将都是很好的 哪样经典 对吧 这个除了让人窝火 就是让人这个 没脾气的 捡刀杀人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了 咱们的这个发挥了 吃个桃子 那么这个神官宇 都选这个势力 肯定是反贼了 肯定是反贼 好 看一下啊 那么 看他扒谁 这个时候 其实他都扒这个流邪 其实没必要 流邪虽然可以当忠臣 但是你可以扒明的 我们这个时候开A 肯定我们不是反贼了 我们这是反贼 今天我们干嘛开A 你倒不如85我们的 好 然后的话 锁一下 对锁一下 那么 无懈可击 好 这让锡治财是对的啊 因为锡治财可能知道自己要死了 他如果无限了 那个无限了他 就是无限了自己把他锁了的话 那么这个铁锁 等于说还是张疗上面 还是身上还是带了锁的啊 比如说这个他自己把自己带掉 好 那么 吃个桃 然后就这样过了吧 这个地方 其实他打的还是有点冒险 我觉得你记得给你留一个桃子的 你把那个五谷扔掉嘛 留一个桃子嘛 这个小扎拳这么个样的 他也不是很稳妥 万一被反贼偷击了 我觉得就后面就在柳杖了 你也应该保护 应该应该稳妥一点吧 万一万一 对吧 万一这个大桥 他是反贼 他直接一个九杀过去 你就给毛罗 他是这个忠诚 可以的 可以的 因为这个 当然 国战里面啊 不可能孙权和大桥 株连毙和的 但是听台词 其实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他自己说的嘛 父亲 大哥 众谋溃乙 对吧 他自己说的 开玩笑了 好 吃个桃子 好 这个扎拳手上两张牌 他肯定要被偷的 肯定要被偷 没什么可说 马似飞赢 你看 这个时候 如果说 刚才 留一个桃子 是不是很稳妥 你看 这让他关心张包 但他可能是内奸了 他是反贼 直接打 那个两张牌推过去 然后可能直接把他推掉 这是六个桃子 他基本上就不会死 因为他有救援神机的 好 九 杀 这个老黄 这个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一盘还有亮点的 这把救下 再来一刀 再来一刀 因为这个是这个 炸祥神机嘛 决斗 好 那么保证 因为我们梦魇 标的最多 就算是要怎么样 他也是只能把我们拖走的 把我们拖走 如果小扎拳状态回过来 加上这个大桥 一直帮他乐 空一空 只要让孙权状态回过来 这盘基本上差不多了 好 那么孙权 你千万不要作 孙权千万不要作 你千万不要搞那个神关羽 你要搞神关羽 那这个妥妥的这个坑了 绝对妥妥的坑了 千万不要自己 自己 自己造次的 这个大桥乐不给力的 好 他应该是雷沙 琉璃过去 这个让可以 他琉璃过去 然后把我们拖走 这个让把我们坑 把我们坑 结果 对吧 这一盘也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大家看 这五二三国扎 而且这么久的话 胖洪桃 或者胖洪桃 桃源结益 胖桃 或者桃源结益 其实比较少 九杀 那么这盘大家也见证了一下了 天意在此 天意在此 这盘还是可以的 至少又来了一波了 这个神关羽的特色 好 那么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